昨天下午从这边路过 发现这个小钢钙区有两个洒网的 并且它们逮得大的好像还真不少 得亏我昨天过来了 不然这里面的鱼肯定老遭殃了 你们一看这退水都退成啥了 这马上就要上岸了呀 水就这么一点了 不知道这里面还有没有漏网之鱼 前两天咱们来过一次 当时这个水深还可以 没想到这两天交地的这么多 你们一看那个水位线确实退了不少 OK就这里了找一根长杆 不知道这根6米3能不能打得到那个位置 来试一下看能不能够得着 我感觉还是有些勉强 你们一看对面那个位置 咱们的吊箱 这样一看距离还是特别远的啊 先来打个握 昨天饵料还剩了不少 今天咱们直接用啊 来先来整一根 看一下能不能够得着 走你 不行不行 这个位置还是勾不着 走咱们回车上去拿一根小短杆 还是去对面钓吧 从对面那个吊箱到咱们这个位置 差不多有个134米 确实有点费劲啊 来还是这个小短杆舒服 今天我可是来拯救你们的 你们一定要积极配合一点啊 嗯 刚才是给上了吗 来试一下呦 这么快啊 我这一说是来拯救你们的 没想到你这家伙还挺配合 收下 这里面的鱼可是不多了 钓一条少一条呀 准备抓紧时间 争取多拯救一条是一条 来了给上了啊 来了中 你们看这些鱼 根本不敢去那个河道里面 全都藏在这个小闸口 这条还行啊 收起来 嗯 再中 嘿嘿 没想到这个漏网之鱼还真有 收下收下 就这么一点水了 我估计如果再有一家交地的 那直接过来捡鱼就行了 来了赛中 呦呦呦呦 这个大 小心一点啊 拿了吧你 直接飞 看一下 哇 还有这么大的漏网之鱼 数十不小啊 四两是有了 收下 下去就是街口 来 这个漏网之鱼还真不少 只能说这两个下网的技术也不咋地呀 哈哈哈 来了 再中 嘿嘿 看不出来啊 没想到这个小闸口里面藏了这么多鱼 为了赶在下网的到来之前 这早饭也没吃 讲究一下吧 牛奶如果感觉有心味的话 可以少来一点料酒 例如 去居心 OK OK 来了 再种 幸亏这边还有个小闸口 才让这些鱼躲过一劫 来 再种 这边这个小闸口里面 这个鱼实在是太多了 根本不带停的 来 再种 这个大 小心 来 再种 这个小闸口也太无情了 根本拉不完 来 又种 我估计今天我是救不完了 这太多了 这条也不小 这小板子过瘾 手起来 又来 来 呦 毛上来的 哇 这底下这个鱼的密度得多大 不整了 不整了 整也整不完 没想到这个小闸口这边 这个漏网之鱼还真不少 你看 这条不小吧 这个个头也还可以 这地方估计再等个两天就要被抽干 咱们就给它们找个大水面 OK 回家啦